苏清吾找了一个深谅和苏玉仪有几分相似之处的女子 让苏玉仪教她跳拜乐舞应付京都之中的留言 大夫人仔细地打量着女子 搬赏之后满意地点点头 的确是不错 清吾多亏你了 苏清吾让女子退下 而后对大夫人道 母亲木秀鱼灵封闭催直 这一次的留言久久地不能平息 和玉仪太过出彩也有极大的关系 大夫人事先立刻凌厉起来 背后的推手你可查到是什么人 苏清吾醋眉 母亲不要去查这件事了 玉仪在公宴上出了大风头 自然就要做好被人针对的打算 大夫人很是不甘心 哼就知道那些人没什么好心思 清吾你查到是谁捧出来的那个月宫仙子了吗 没有查到苏清吾神似略显凝重 这件事情根本一点头绪都没有 仿佛无从查起 大夫人眼中闪过一抹毒辣 那人生生地坏了我帮玉仪扬明的计划 这份仇我可是记住了 母亲苏清吾眼神一动 玉仪已经很出色了 无需再刻意地帮她扬明了 有心思听 我让慕云瑶抄了佛经 你带着他们母子一并去宝华四祈福吧 慕云瑶让她不舒坦 她还能让对方好过不成 屡次踩她的面子 这笔账也该算散了 天四已晚 慕云瑶却还在抄着大夫人送来的经书 雪狐爬在桌子上 不停地扒拉着慕云瑶手中的毛笔 见她不离自己 又伸出钱扎去拨弄宴台里的墨条 慕云瑶拿着毛笔 轻轻地在雪狐的钱扎上点了一下 顿时雪白的皮毛上沾上了一团墨点 吓得雪狐猛地将钱扎收了回去 以为自己受伤了 躺在桌岸上打管嗷嗷叫 慕云瑶被她的动作逗笑 不由地伸出手指点了点她的脑袋 以后还敢不听话吗 雪狐眼睛水汪汪的 看着自己的小爪子可爱极了 窗口处支牙一声 慕云瑶转头看去 就见月王斜斜地倚靠在窗户上 姿势很是悠闲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面上表情清冷 但眼眸中却盛满了笑意 月王殿下 你不觉得自己此举很是不合理吗 慕云瑶抱着雪狐起身 心中有一丝脑木 这里是尚书府 他这样肆无忌惮地来来回回 万一被发现了 必定会闹的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月王缓步来到慕云瑶面前 将雪狐给拎了起来扔到了一旁 不能如此惯着她 雪狐被扔到染榻上 眼中盛满了泪花 委屈地呜呜了几声 慕云瑶弯腰轻轻地 抚了抚她的后背 没事的到一旁去玩耍吧 安抚好了雪狐 慕云瑶回头便看到 月王正在翻看她抄写的佛经 心中更加恼目 月王殿下 您是不是应该回去了 上前夺过她手中的经书 私闯官员的府邸 可不像是当朝寺皇子 应该有的作风 月王没有离开 而是追着慕云瑶说道 我收到消息 苏家的大夫人派遣 向人联络了一些人 应该是想过两天 在去宝华寺的路上 折腾出一点动静来 慕云瑶眼神一领 终于不再坚持让月王离开 联络了什么人 一些三较九流的人物 月王心中闪过一抹笑意 不用担心 我可以提前让人帮你解决了 不用 慕云瑶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大夫人自己找麻烦 我自然要成全她 对于这个答案 月王没有丝毫的意外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消息 要送给你 过两天 一得掌公主也要前去宝华寺 慕云瑶骤然抬起眼眸 真的吗 我自然不会骗你 每年只要黄姑姑在京都 必定会到宝华寺去镜香祈福 月王寒笑说道 眼下京都之中的各家小姐们 可是都盯着掌公主的 不过嘛 此次并没有别人知晓 黄姑姑是为了给走失的女儿祈福 并没有张扬 慕云瑶点了点头 露出一抹笑来 原来如此 多谢殿下送来这个消息 你准备怎么谢我 月王俯身上前 目光灼灼地看着慕云瑶 眼中光芒闪烁 慕云瑶连忙躲开 殿下 时候不早了 你真的该回去了 好 月王说完之后 静真的转身离开 刚刚走到窗边 却又骤然停下脚步 据说月熙的雪狐身上会有跳躁 千万不要让她上床 也不要经常搂抱着她 雪狐很是无辜地抬头望着慕云瑶 慕云瑶瞪大眼镜 直直地盯着雪狐看了一回后 伸手在她身上不停地扒拉 仔细地找了半天 怎么可能会有跳躁